1949年的5月11日 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 听说国民党当局 要在上海北闸路枪决罪犯 于是赶忙带着相机 就来到了现场 而被处于死刑的是 几名共产党员和经济案的要犯 而这其中的一个人 除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外 他还是很多人口中的 卖国贼 叛徒 投机者 就在哈里森·福尔曼 拿着相机咔嚓咔嚓拍照时 这个被称为卖国贼的罪犯 和其他面色凝重 惶恐不安的罪犯不一样 在围观群众一片卖国贼 杀得好 狗汉奸的怒骂声中 这个人竟然爽朗地笑出声来 自然这名记者 就把镜头对准了 正在大笑的这个人 于是也就有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 虽然他的笑容很是诚挚 但行刑队却并未因此停止行刑 几声枪响后 他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个在刑场上开怀大笑的人 他的名字叫朱大同 在16天后 解放军进入上海 随后在几个月后 这个背负汉奸和卖国贼罪名的朱大同 竟被中共追认为烈士 但是却并未公布具体原因 那么事情的真相 又是怎么样的呢 朱大同出生于1907年 他的老家在安徽萧县 童年时期的他认真好学 家中条件虽不像土豪乡身般阔绰 但日子也还算不错 自幼年时起 朱大同便进入了学堂学习 这也为他日后参加革命 打下了文化基础 1928年 21岁的朱大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加入共产党后 朱大同十分活跃 他不但在当地建立党组织 而且做出了不菲的成绩 1932年 萧县和永城两个地方 合并为一个大的游击区 此时担任萧县县委书记的朱大同 则被任命为暴动大队的大队长 不过面对国民党的绝对优势兵力镇压 他组织的暴动很快就失败了 迫于无奈之下 朱大同前往连云港市躲藏 蒋介石在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之后 对于共产党的态度就是 宁可错杀三千 不可放过一个 因此在面对白色恐惧时 很多意志不坚定的人纷纷叛变革命 而朱大同在躲藏了三年之后 最终也扛不住煎熬 主动投靠了国民党 国民党见朱大同主动投降 颇有利用价值 因此吸收他进入中统 朱大同就此成为国民党的一名特务 随后又担任了徐州特务史视察员 国民党萧县县党部代理书记长等职务 加入中统后的朱大同 可以说是干得十分卖力 1936年 已经被中统任命为徐州特务史视察员的朱大同 在得知了中共苏鲁玉宛特委书记郭子化的行踪后 立刻命令手下突袭并逮捕了郭子化 1939年 中统命令朱大同回到自己的老家萧县 发展隶属于中统的特务组织 朱大同赴任之后 部司利用特务组织进行抗日 反倒是在反共工作上特别用心 在这段时间里 起码从表面上来看 此时的朱大同已经彻底地和革命组织走向了决裂 就在很多人都为他这种叛党的行为感到愤怒时 他又做出了另一件令所有人震惊的事 到了1941年 朱大同在国民党中统内更是混得风生水起 试图上顺风顺水 让朱大同在老家风光无限 当时中共新四军四十正在东撤 撤退的新四军刚好路过朱大同的防区 而且四十正处于虚弱的时候 朱大同研判之后立马抓住机会 亲自带着国民党两个营的民团 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攻打 正在撤退的新四军四十 不过虽然新四军示弱 但对付朱大同的民团还是没有问题的 因此朱大同此次军事行动 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虽然没有成果 但国民党内部却对朱大同另眼相看 忠心可嘉的朱大同 在国民党中的声望越来越高 不过就在朱大同在国民党队伍里 越来越意气风发的时候 却出了更大的问题 当时朱大同的身份是国民党的萧山县长 只不过这个地方是沦陷区 因此很快就有叛徒出卖 把他的身份给暴露了出来 日军开始集结重兵围剿朱大同 面对日军的重重包围 朱大同没多久就宣布了投降 日本人还在报纸上刊登了 朱大同公开表示 自己愿意和日本人一起打击中共的自白书 这也是他汉奸无点的来源 报纸一出 在社会各界都引起了轩然大波 朱大同先是叛党 后又叛国 刹那间他就成了无数人唾骂的对象 1945年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战胜利了 随后国共两党就开始了内战 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人士是反对内战的 于是就开始搞孙文主义革命同盟 倾向于联共反讲 而这和朱大同并没有什么关系 他依然在国民党系统内混迹 但是到了1949年2月 如同朱大同当年突然投靠国民党一样 他选择加入孙文主义革命同盟 加入这个同盟后 他被任命为江苏省的支盟委员 主要工作就是策反国民党军队 举行武装起义 按理说 此时解放军已经沉冰长江边上 策反国民党军队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 然而这一次 朱大同又失败了 而且没有上一次武装暴动那么幸运 起义失败两个月后 他就在无锡被国民党逮捕 之后便被押送到上海 于是便有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 如果只从经历来看的话 朱大同确实是一位投机分子 强投草 他在国民党优势的时候背叛共产党 在被日军俘虏的时候背叛国民党 等到中共百万大军过长江时 又调转枪头打起了国民党 可如果朱大同真的是一个投机分子 他又为什么会被中共两次追认为烈士呢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朱大同背叛共产党一事 其标志性事件就是他逮捕了苏鲁玉瓦特委书记郭子化 但从结果来看 郭子化被捕后不仅没有被杀 反而莫名其妙地被释放了 至于他在1941年进攻新四军 结果是双方打了半天 基本上都没有损失 这样的行为 与其说为了消灭共产党武装 还不如说是别有目的的投名状 至于朱大同汉奸的帽子 更是无稽之谈 他在被日军围困后 为了保护与他一同藏匿的群众 朱大同果断挺身而出 自愿被日军抓捕 面对日军的言行逼供 他丝毫没有叛国之意 咬紧牙关撑了下来 最后朱大同在警卫员和战士们的营救下得救 自始至终未有过叛国行为 而那报纸上所谓的发言 不过是当时掌控着话语权的日军 所展示出的蛊惑人心的文章罢了 要知道在抗日期间 朱大同领导挺进第七纵队 前后和日军作战 共计25次 被动作战19次 击毙日军共计574名 俘虏伪军共计136人 对于朱大同究竟是不是地下党员和革命烈士 最为关键的证据 来源于新中国成立之后 两次对于朱大同历史身份的确认 如果说1950年 对于朱大同历史身份的确认 存在资料不完善 或刚刚解放 工作可能存在疏漏的话 那么1981年 民政部的第二次确认 则用无可辩驳的事实 证明了朱大同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 所以这个貌似在国民党 日寇和共产党等多方势力 反复横跳的投机者 其实从始至终 都是一个从未叛过党的中共地下党员 他临死前的大孝 也许是知道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 即将取得胜利 无比开心 也许是他再也不用伪装 终于可以解脱 也许坚而有之